油烟机不转了怎么回事 很简单 我来教大家几个故障排断小技巧 比如我们就来说一下这种油烟机 这种油烟机在我们家庭当中使用还是比较多的 像这种油烟机里面大概也就这三种零件 一种是这种开关 一种是像这种启动电容 一种是这种电机 转油烟机坏了 基本上也就这三种零件有问题 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把这电源键打开了 电机开关也打开了 但是电机也不转 灯也不亮 那像这种问题 基本上可以判断是这个开关损坏了 也就是说是这个电源总开关 也就是说是这个开关 这个是安全键都里面的 我们只需要更换一个就可以了 第二种情况 就是打开开关 灯亮 但是电机不转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锅底网拆掉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波轮 我们用一把螺丝刀先转一下 这波轮紧不紧 你们看 像这个如果挺松的 那有可能是里面的电容损坏了 但是如果挺紧的 那肯定就是电机有问题 电机坏了 电容就是这个 是不是电容损坏 我们也有排断小技巧 比如开关打开 我们可以用这个螺丝刀 转一下这个波轮 看能不能启动 你们看 如果能启动 就是电容损坏了 不能启动 可能是开关或者电机 那开关我们怎么快的好坏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手来感觉 比如你们看 这个有一种触摸感 这个有点弹性 有触摸的感觉 那像这种大概一种的没有坏 开关没有坏 那肯定就是电机损坏了 对吧 所以有电机不转了 大部分也就这三个理念有问题 判断技巧就是这样子的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